第四百五十六章 现身 喧哗的广场仿佛在青壳之间寂静无声下来 所有的目光都是凝聚在了那一道凭空浮现的身影上 而那些熟悉这道身影的人 例如柳云等人 眼镜则是逐渐的睁大了起来 显然是没想到林洞竟然会真的出现 林 林洞 铁笼子中魔体等人的眼睛也是突然睁大 旋即浑身有些颤抖的盯着那道身影 眼神极为复杂 虽说他们会有这般结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着林洞的原因 但却并无人真将这份怨恨之意转移到他的身体上 因为从一开始他们便是打算借助着林洞的力量进入魔烟谷 而林洞也的确是如他们所愿的 将他们带到了雷烟谷中 并且有着不小的收获 这是一种各时所需的合作 他们享受了好处也必然会付出一些什么 所以对于这一个月林洞的失踪 虽说内心深处他们或许有点失望 但却谈不上怨恨 他们明白如果将自己身处林洞的位置 想来他们也必然是不敢露面 毕竟这魔烟王朝可不是什么擅长 以他们的手段 林洞一露面必然会深处杀局之中 这是一个现身就必死的局 想来只要不是傻瓜 谁都不会真的 为了他们这些算不上太过熟络的朋友现身 但是让得魔铁他们心头震撼的是 林洞最后依旧是出现了 难以想象的那一道并不壮硕的身影 在出现时 对于魔铁他们心中造成了何等的冲击力 但从这位铁汉子一般的人 那有些泛黄的眼镜中 便是能够看出他心情的激荡 这当突然出现的身影 也是在倾可先引起了那些魔铁王朝强者的注意 当即浑身的原力便是爆发而开 一个个目光警惕而阴冷地盯着这闯入之人 然而 对于这些炎镇一带的魔铁王朝强者 林洞面容却是并没有半点动容 他的目光看向面前的铁笼子 然后缓缓地伸出手掌 隔空卧下 随着林洞手掌凭空卧下 那幽黑的铁笼 竟是开始缓缓地扭曲起来 这铁笼显然是由特殊的材质所著 隐约间有种光芒绽放而出 想要抵御着那庞大的力量 不过最终依旧是在一声 不堪重负的咯吱声中 彻底地暴力而开 随手毁掉这铁笼子 林洞的目光 这才带着些许冷力地 望着广场中央的礼盘 而后声音平淡地道 让沉默滚出来吧 从始至终 他并没有正视过这礼盘 这种无事般的举动 直接是让得礼盘的脸庞 在经过初始的惊恶后 变得扭曲起来 呵呵 为了朋友 以身犯险 连我都要忍不住地 为你这番大意感动了 脸庞扭曲着 李潘目光阴旧地盯着林洞 然后怪笑道 不过 展现大意 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也好 既然来了 那就留着吧 我会给你准备一个 特殊的笼子 林洞瞥了他一眼 然后对着那些取身的摩铁等人说道 没事吧 林洞兄 多谢了 摩铁冲着林洞 重中一抱拳 眼中有着浓浓的感激之色 一旁的唐轩和刘轩 也是面色复杂的 对着林洞抱拳 林洞会现身救他们 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他们清楚地知道 后者将会面临着 多么致命的危险 莫灵三人在你失踪之后 并没有回阳城 想来应该是感受到了 摩铁王朝的提议 暗中离开了 听到摩铁的话 林洞心中倒是暗自地松了一口气 只要没有落到摩铁王朝的手中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在这远古战场 也是能够有着一点自保之力 此番离开 对于他们来说 也不尽然会是坏事 林洞兄 你能现身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不过这摩铁王朝 不是寻常的势力 待会儿若是起冲突 我们便与他们拼了 若是有机会 你们独自离开 日后有实力 再来讨债不迟 摩铁沉声道 文言 林洞也是笑了笑 拍了拍摩铁肩膀 说道 既然露了面 自然也会让你们安然离开 其他的事交给我来吧 说着 林洞也是缓步走出 他的目光在四周扫了扫 但确实并没有见到 陈沐的身影 登记 眉头为肘 不用看了 陈沐师兄并没有在阳城 这里有我主宰 似是知道林洞在找着什么 那李潘淡淡一笑 说道 你应该庆幸 陈沐师兄不在这里 不然的话 你连壮胆 站在这里的勇气都没有 我知道 你的倚仗不外乎 便是那一句灵魁 没关系 今天我有的是时间 陪你那灵魁玩玩 至于你 我想四位半部涅槃的强者 应该算是看得起你了 李潘冲着林洞笑了笑 在其身后 四道身影缓步走出 目光居高零下地望着林洞 那等气息 显然已经达到了半部涅槃的地步 而且他们的气息 比起同为半部涅槃的摩铁等人 都是要强横不少 显然底蕴极为的不弱 他便交给你们了 李潘反身坐回石椅 目光阴旧地盯着林洞 那般模样 如同猫戏老鼠一般 他倒是要看看 今天这林洞 还能够有着什么样的手段 那四位半部涅槃强者 文言也是怪笑了一声 拳头缓缓紧握出 发出歌之的声响 而后也并没有半点迟疑 脚掌重重一跺地面 浑远的原力抱涌而出 四道身影 如同剑尸一般的略向林洞 见到那四位半部涅槃强者略来 摩铁等人眼中也是闪过狠色 然后就在他们准备出手时 先方的林洞 却是面色平淡的伸出手掌 然后凭空一扬 啪啪啪啪 四道清脆的声音 极为突兀地在半空中传开 而和所有人便是 默瞪口呆地见到 那原本气势汹汹的 四位半部涅槃强者 前冲的身体 犹如遇见了一股 无形且无法抵御的 庞大力量一般 当即倒射而出 各自脸庞上 都是有着血红的巴掌印 四道身影 在满场寂静下 狼狈地落到了地面上 当即便是一口鲜血喷射而出 细细刹那间 萎靡到了极点 显然是受到了 极重的创伤 气氛仿佛是在此刻 凝固了下来 不论是摩铁 还是外围的柳元等人 所有的人脸庞上的神情 都是在此刻僵硬起来 许久之后 方才有着一道道 倒吸冷气的声音传开 谁都没想到 四位半部涅槃的强者出手 竟然直接是被林栋隔空一巴掌 全部扇飞了 而且最让的人感到惊骇的是 他们并没有感觉到 林栋有着半点催动原力的迹象 这一幕来得是如此的诡异 精神力 刚刚坐下时宜 准备着开一场好戏的礼盘 原本阴旧的脸庞 也终于是在此刻 逐渐的变得凝重起来 他盯着林栋 一字一顿的道 别人或许绝杀不到 但他确实能够感应到 在先前林栋手掌 阳栋的时候 一股强大到 让人感到窒息的精神力 自林栋体内涌荡而出 这种精神力波动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林栋师 你进入了天栋师 李盘的声音突然间变得沙哑起来 他面色极端阴沉的盯着林栋 缓缓的道 这一刻他方才彻底的明白 为什么林栋竟然敢独自现身 原本他有着绝对的把握 天栋师 这已经是能够媲美聂盘境的强者 李盘那原本戏虐的心 已是在此刻缓缓下沉 这局面似乎有些脱离了他的控制 天栋师 李盘的声音并没有过于掩饰 所有周围的人 都是清晰地将此话收入耳中 当即所有人的眼瞳 都是突然紧缩 在场的人都非常清楚 这个等级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林栋已经拥有了 与涅槃境强者真正抗衡的 本钱与资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也算得上是涅槃境的强者 一想到此处 摩提以及南外围的柳元等人 都是觉得脑海深处 略微地有些悬晕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不见 但林栋的实力 却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望着那一道并不算壮硕的身影 所有人的心头 都是涌上了些许敬意 这是对力量的尊重 不知不觉 那个当初刚到阳城 不过造化境大城的青年 竟然已经悄然地 将他们远远地抛于身后 在这远古战场中 他注定是不会平凡